大陆官方公告 一、次网络传言是协徒自中国文化与旅游部于2019年7月31日张贴的观望公告并变造加入新传言与原公告不相符 二、中国的原公告为8月1日起暂停47座城市的自由形式点公告里并无传言提到的其他政策 三、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指出政策内容一切都以观望公告为主 非公告的内容都不属于真实 因此此传言为错误讯息被警社群媒体近日流传一则大陆官方公告 传言只称建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2019年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8月15日起禁止所有居民赴台旅游 9月1日起撤离所有在台大陆居民 9月10日撤离完毕 10月1日起 所有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有序办理中华人专题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特此公告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检视相片图一 社群媒体传言协图 查核争议点一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是否有此公告 查核中心查阅 中国官方是在7月31日下午13点55分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官方网站 张天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关于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公告 官方原公告为 鉴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2019年8月1日起 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署名的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是处理两岸旅游事务的民间对口单位 查核中心调查 以对员公告和网络传言 传言画面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第一段位中国暂发自由行签证的公告原文 第二段位公告的官网协图 第三段位新增传言 只称8月15日起禁止所有居民赴台旅游 9月1日起撤离所有在台大陆居民 9月10日撤离完毕 10月1日起 所有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有序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等内容 原官网并未有这段公告 这一段内容与原公告并不相符 原公告的内容未建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自2019年8月1日起 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 检视相片图一 查核中心比对网传中国大陆公告 发现有三部分 第三部分为自行添加的传言 与大陆官方原公告不相符 检视相片图二 左围网络传言 又为中国大陆官方公告原文 比对后 网络传言多出一段文字 与原公告不相符 争议点二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公告的政策为何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 有关于近期政策改变的资讯 一切都依照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为主 所有官方网站没有的公告内容都不属于事实 陆委员会表示 陆委员会表示 有关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的公告 已知的是中国大陆从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自由行事点 至于网络传言所提到的其他政策 陆委员会相关部会并未接获任何情资 不过大陆官方的政策应由相关单位发言 陆委员会并不方便待未确认 结论一 此网络传言是写自中国大陆文化与旅游部于2019年7月31日张贴观望公告 并变造加入新传言 与原公告不相符 二 中国大陆原公告为8月1日起暂停47座城市的自由行事点 公告里并无传言提到的其他政策 三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指出 政策内容一切都以观望公告为主 非公告的内容都不属于真实 因此此传言未错误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